纽约时报27号控告OpenAI及微软公司Microsoft 在未经许可下使用该报馆数百万篇的文章 训练聊天机器人为读者提供资讯 纽约时报是首个因作品版权问题 控告OpenAI及微软的美国主要媒体机构 纽约时报在纽约曼哈顿联邦法院提交诉状 控告OpenAI及微软试图免费使用 纽时在新闻业的巨额投资 利用纽时内容提供读者替代方式传递信息 导致该报社损失数十亿美元 此外纽约时报还表示 在不付费的情况下使用他们的内容 来创造替代纽时的产品 并抢走该报馆的读者并不具备变革性 对此OpenAI及微软为立即作出回应 两家公司曾说 使用受版权保护的作品来训练AI产品构成合理使用 无论如何 纽约时报并未提出具体的赔偿数额 但要求两家公司销毁包含该报社内容的聊天机器人模型 及训练数据 OpenAI是热门人工智慧AI平台ChatGPD的开发商 而微软则是OpenAI的投资者及AI平台Copilot的创立者 杈对作便宜 费 startups 对作异 jag 我的 他 我 ins Ph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